朋友们好,这篇是一篇短篇故事,记得帮忙点赞评论哦,徐孝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,我们的关系胜似亲兄弟,他与我妻子更是男女闺蜜的关系。 职场上,我更是为了这个不成器的兄弟同事,多次与领导距离力争,谁知妻子竟他一起被刺我。 玉姐,徐孝虽然业绩不行,但她跟着公司干了这么多年,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 实在不行,把她调到后勤部吧。 她的那份业绩,也算在我的头上,只要不让她离职就好。 办公室里,我为了兄弟,硬着头皮和我的直接领导人玉姐说情。 玉姐冷笑一声。 张开,你的业绩很牛,整个销售部你的确是最厉害的,可你看人的目光实在是不怎么样。 她说完,低下头捣鼓自己的手机。 大概过了不到十秒钟,玉姐重新抬起头看向我,道。 信息我已经发到你手机上了,你自己好好看看吧。 这种人公司不会留,希望你以后能擦亮眼睛。 我拿起手机打开一看,腿都被气软了,量呛不及坐在后面的沙发上。 手机里是一段微信聊天截图。 里面是徐校和玉姐的聊天记录。 陈总,张开说你薄情寡义,还说你更年期提前了。 他甚至私底下还称呼你老妖婆。 张开最近做的这个项目,如果没有我按钱满后,给他打下手,他根本拿不下这个客户。 陈总。 陈总,自然就是陈玉了。 我平常叫他玉姐。 私底下的确说过玉姐更年期提前,老妖婆这种话。 但那也是分情况。 公司其他销售一直对玉姐不满意,我为了融入同事关系,只能这样说。 实际上,销售部所有员工私底下都是这么称呼他,包括徐校。 让我心寒的是,为了徐校我和玉姐据理力争,为了让他有一份不菲的收入,和玉姐求情,把他调到后勤部养老。 结果徐校却在背后搞小动作。 怎么能不让人生气? 站住! 你去哪儿? 玉姐见我掉头就走,叫住了我。 找徐校算账。 她忍不住白了我一眼,情绪莫名,问我。 你真觉得我是老妖婆。 一提到这事儿我就尴尬。 哎呀,玉姐您的颜值,在我们公司那可是数一数二的,怎么可能是老妖婆? 我那是为了融入同事关系,才这么说的。 那说我更年期提前,又是几个意思。 我脸一黑。 虽然心里这一刻有些烦躁,但脸上还是保持着真诚和耐心。 玉姐,其实您的脾气要改一改,以您的颜值和身材, 找一个男朋友也就一两天的事儿。 张开!你给我滚! 这回,玉姐真生气了。 我跟着她丢出的抱枕,一同逃离办公室。 原本,我今天有一个重要客户要去约谈,商量合约的事情。 但想到玉姐给我看的聊天记录,我临时决定去找徐校, 问问她到底怎么回事,开车前往徐校住处。 她家的门密码我知道,指纹锁我也有。 我直接质问解锁,想打她一个措手不及。 旅日的徐校,你居然在背后和玉姐说我坏。 你们在干什么? 看到妻子和徐校坐在沙发上抱在一起的时候, 我愣住了。 他俩也愣住了。 徐校呆愣在原地,倒是我的妻子, 她主动松开徐校,眼神慌乱地对我说。 老公你别误会,徐校最近不是谈了个对象吗? 所以我,所以我教她怎么跟女人打尽关系。 我笑了。 不是,赵雅芝,你当我是傻逼吗? 徐校要是楚男,你是不是害得跟她到被子里交流交流? 张开! 你说话太过分了。 妻子站起来,扯着嗓子指着我,她的手微微颤抖。 这时候,徐校才从我突然出现的震惊中走出来, 她对我说。 兄弟,你确实误会了,我跟你老婆怎么可能有啥? 你忘记了。 上大学那会儿,还是我把她介绍给你的, 要是我真对她有意思,早就追赵雅芝了。 徐校说的话,也不是没有道理。 可你们俩刚刚抱在一起,又是什么意思? 徐校继续道。 赵雅芝不是说了吗? 我最近在追一个姑娘,她在传授我经验呢。 我暂时勉强认同了两人的解释。 传授经验这种事,你不应该问我。 赵雅芝她懂个屁。 认同归认同,可我还是生气,生赵雅芝不懂分寸的气。 所以,连着赵雅芝一块对了。 老婆不开心了。 姓张的你什么意思? 我不懂难道你懂? 她双手掐腰自信说。 张开你总说,男人最懂男人,我今天要告诉你,女人也最懂女人。 别整你超能力那套,有的女人就不吃这一招。 我耸了耸肩。 没事,你吃就行。 拿起手机,玉姐给我留了言。 看到玉姐的备注,我才想起来现在来找徐校是为了什么? 狗日的徐校。 想到她在背后跟领导说我坏话,我就一肚子火气。 你干嘛? 我跟赵雅芝真什么都没有啊。 见到我气势汹汹朝她冲过去,徐校却以为我是因为女人跟她置气。 妻子赵雅芝也傻眼了,连忙冲过来抱住我。 老公,你怎么就不信我呢? 我就算出轨也要找个年轻一点的,远一点的吧。 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我赵雅芝还是知道的。 我却被气坏了。 老子他妈找徐校根本就不是因为你。 放开。 赵雅芝是我妻子,哪怕我现在很生气,可心里知道也不能对他下重手。 这小子在背后跟我领导说我坏话。 我得教训教训他,才能解我心头之气。 一听到,不是因为他,赵雅芝这才松手。 没了女人的束缚,我直接跳过去,把徐校恩在沙发上。 兄弟,你这么做不厚道吧? 为了让你能留在待遇好的公司,我一个人跑两个人的业绩,最后他妈干到销售部第一名,结果呢? 你他妈在背后被刺老子。 有你这么当兄弟的。 徐校松开我的束缚,一脸不悦得道。 我早就不想在那儿干了。 你干嘛一直让我待在那儿? 我不仅要说你坏话,老子还他妈想睡你老婆。 徐校。 赵雅芝听不下去,走过来给了他一巴掌。 你有病吧? 什么话都说。 徐校情绪很激动,他对赵雅芝吼。 你也要管我。 我有手有脚,销售干不了,我就去干别的不行吗? 为什么非要我留在那个破公司? 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。 你家境不好,父母指望不上,只能指望你自己。 在公司,你一个月依旧能拿到一。 5W的收入,在外面,你拿不到这个工资。 我也是为了你好。 徐小吃笑一声。 呵呵。 为了我好。 可我讨厌销售。 讨厌这个公司。 我不想做销售。 只要不做销售,哪怕拿不到一万多的工资,老子也愿意。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 我已经求玉姐帮你调到后勤部了,完全没有销售性质的工作。 真的。 徐校这回开心坏了。 我忍不住翻她一个白眼。 我张开什么时候骗过你? 玉姐办公室。 你确定,只要我把她调到后勤部,你愿意后面跑两倍的销售额。 玉姐双手搭在下巴上,好整四暇地用美眸打亮我。 我点了点头。 张开,其实我真的很好奇,你为什么对她这么好。 我问过公司同事关于你们俩的关系。 徐校算是你的发小,你们还是大学同学,除此之外,没有任何血缘关系。 面对玉姐的问题。 我给出的解释也很简单。 大学那会儿,她就过我一条命,如果没有她,就没有今天的我。 玉姐露出满意的神情,也第一次露出笑容。 没想到你倒是个重情重义的男人,我喜欢。 我一愣。 玉姐意识到自己说的话不合适,拧起嘴继续解释道。 我的意思是,我欣赏你。 谢谢领导夸赞。 她呵呵一笑。 你也别高兴太早了。 我欣赏你,不代表我欣赏徐校,这人,不是什么好鸟。 我不为所动,沉浸在可以帮助徐校的快乐之中。 帮助他人,是有代价的。 为了能让徐晓的工作稳定,我后面为了跑业绩,甚至把周末休息的时间都抽出来加班。 这一忙,就是一个月。 本以为妻子赵雅芝会埋怨我为了工作,忽略了她。 因为除了工作之外,我还经常带她出去吃饭,小情侣之间的游玩项目。 结婚之后我依旧在坚持。 看电影,游乐场,送花等等。 但是现在,我没时间陪她。 甚至回到家,赵雅芝还为我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。 我只需要冻筷子吃饭就行,就连洗碗也不需要我动手,老婆你现在怎么这么好? 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你了。 吃饱喝足之后,我难得有休息时间,考虑到这么久没带她出去玩,所以决定晚上带她出去玩一玩。 可妻子却道,你努力赚钱,我负责把你的后勤搞好呗。 她看到我订台酒馆,连忙阻止我。 干嘛? 我不出去玩,不然多影响你明天上班。 我笑笑说不影响。 这个月业绩已经完成了。 赵雅芝却摇头。 那怎么行? 这个月业绩完成,那就挪到下个月充业绩,万一要是出了意外,怎么整? 好。 那我答应你。 看了会儿电视,我准备休息。 妻子已经提前在床上玩手机,我过去准备跟她亲热亲热,却被她直接直接拒绝。 你这么累,还有心思搞那事? 赵雅芝翻了身背对着我。 赶紧休息,明天还要上班。 这下我郁闷了。 难道妻子在生我的气? 觉得我为了学校能保住一万五的工作,忽略了她吗? 刚要说话,却听到妻子轻微的熟睡声。 唉。 次日照常上班。 不过我决定临时请假一天,专门陪妻子。 毕竟这个月的业绩已经完成。 郁姐很大方地,同意我休息。 只要你完成业绩,你就是天天不来公司,我也没有意见,下回请假不用跟我打报告。 我很高兴,一直说谢谢。 郁姐却白手,别谢得太早,你争气,但你的那个救命恩人可不一定领你的情。 我挑眉。 什么意思? 郁姐叹了口气。 她已经快一个星期没来上班了,按照规定,学校现在已经被开除。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。 算了,多说无意,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吧,那你是扶不上墙的。 我非常生气。 为了能让徐教有一份好工作,让他脱离贫困,我这么努力。 结果,他却连续一周没来公司上班。 郁姐说的有道理,兽人以鱼不如兽人以鱼。 我决定,不再帮徐校了。 大学时期的那份救命之恩,我也该还完了。 但我还是要,最后再通知一下徐晓。 所以,我开车去他租的出租屋找他。 可我在他的小区楼下,看到了妻子赵雅芝。 赵雅芝手里,提着不少在菜市场买的菜,拎着那些红色黑色的袋子。 奇怪,老婆怎么在这儿? 我刚准备过去打招呼,徐校出现了。 就见他东张西望了一下之后,搂着我老婆的腰,进了单元电梯。 更让我吃惊地势,我的老婆,赵雅芝居然没有反抗。 甚至,他还主动配合,摆出小鸟依人般的状态,躲进他的怀里撒娇。 难道那天,我在屋里见到的情况,是真的? 徐校和赵雅芝,本来就有一腿。 只是我完全没有往不好的方向想而已。 徐校,如果让我知道你偷了我老婆,我真的会打死你。 正如我前面所说,徐校跟我关系很好,所以我有他家的钥匙开锁,推门。 就看到了,让我不敢相信,却又有所预料的事情,我的妻子出轨了。 徐校坐在沙发上,妻子坐在他的腿上,两个人姿势暧昧,衣衫不整。 不用想,也知道在干什么畜生事。 我拿起地上的鞋子,猛猛丢过去。 狗男女! 我弄死你们! 赵雅芝被吓坏了,徐校眼疾手快,第一时间把赵雅芝推开,同时双手保护头部。 属于他的皮鞋,被我狠狠砸在他的手肘上。 哎呦! 疼! 张开你疯了! 皮鞋这玩意儿很硬,容易出人命的。 我早已怒不可遏,两步坐一步冲上前,骑在徐校身上,趁他没反应过来,就是一顿犬子而下。 老子这么帮你,你就是这么感恩的是吧? 我让你睡我老婆。 拳拳到肉的攻击,很快就让徐校彻底失去反抗能力,只能被动防守。 张开! 你住手! 徐校还不忘还嘴。 要不是上午刚跟你老婆结束,现在体力不行,我弄死你信不信。 可恶的是,赵雅芝这时候也过来拉架,我双拳难敌四手,最终还是被徐校反手压在地板上。 这对狗男女,被我发现奸情,居然联合起来一道对付我。 最后,我们闹到了警局。警察在了解整个事件过程之后,给了众肯的建议,你们私下自己协调。 因为,双方都动手打人了,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势。 我回家之前,在小区附近的卫生所简单包扎了一下伤口。 到家之后,却发现赵雅芝回来了。 她刚从浴室出来,身上香喷喷的,头发也湿漉漉的。 赵雅芝很漂亮,大学的时候,她就是我们系的校花,当初我追她的时候,赵雅芝告诉我,如果我能把学校附近所有的玫瑰花都买来,就答应我。 当时刚好下着小雨,天气特别冷,路边结冰。 我过马路的时候,险些被杀不住的车撞飞,是学校,及时出面,把我从搅拌车前,拉了回来。 她就是那时候,救了我一命。 从那以后,我就是她为我的好兄弟,过命的兄弟。 否则,也不会为了让她有一份月薪一万五的好工作,那么拼命跑销售。 为了跑销售,我的啤酒度一天天变大,不过三十的年纪,就已经是地中海了。 以前有女人对我说,男人的花期很短,女人的花期可以用化妆品和护肤品来维持,我不相信。 但是,现在我信了。 你还回来干嘛? 从回忆中回到现实,我冷冷地问她。 赵雅芝道。 这是我家,我为什么不能回来? 离婚以后,就不是了。 我说。 赵雅芝哥哥直笑。 老公。 她凑过来,用手指倾,轻滑弄我的胸口,娇称道。 不就是出了个鬼吗? 你也可以出鬼啊。 这样,我们就扯平了不是吗? 这样。 她说着,从口袋里,掏出一万块。 这钱你拿去泡小妹妹,以后你过你的,我过我的,咱俩离心不离婚,咋样? 我听后挑眉。 各过各的。 她笑着点头。 是啊,各过各的。 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 离婚是必然的。 赵雅芝美眉一条。 你确定? 咱家的钱,可都在我的银行卡里呀。 赵雅芝。 你别太过分。 我被气得不轻。 赵雅芝抿嘴摇头。 我能有什么办法? 咱也没签婚前写一书,或者净身出户的,保证书一类的呀。 一旦你跟我离婚,这些年你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,可都要分我一半,你舍得吗? 这一刻,我真的特别生气。 本以为,她回来时,希望得到我的原谅,甚至保证以后,再也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一类的话。 谁知道竟是回来,公然挑衅我,拿捏我不敢为了钱,跟她离婚。 我默不作声,收了这一万块。 好,以后再说。 我回了房间休息。 也是从这一刻开始,我的心里,彻底没有赵雅芝这个女人。 不能因为这个贱女人,丢了工作。 所以,哪怕我气得一夜没睡,日次也照常去上班。 玉姐看出,我精神状态不佳,关切地问我怎么了。 于是,我就把昨天发生的事情,都跟她说了。 玉姐听后,露出叹为观止的表情。 绝?实在是绝。 这个学校,还真是狼心狗肺,你这么帮她,她居然把你老婆给泡了。 我忍不住福娥,心想玉姐你,要是不会安慰人,你可以不安慰人。 本来就够难受的了,听了她的话,我更难受。 一万块钱呢? 我一愣,什么一万块钱? 玉姐伸出手。 你的好老婆,不是说了,以后个完个的吗? 你把一万块给我,我陪你玩。 玉姐你,可别跟我开玩笑了。 哪有? 我认真的,你把钱给我不就知道了。 我将信将疑,鬼是神差地把一万块转到她微信里。 玉姐收了钱,眼角笑开了花。 走,今晚带你去玩好玩的。 这,不好吧? 她白了我一眼,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。 晚上,当我以为她要带我去开房的时候,玉姐却领着我去了某音乐酒吧。 不,不是去开房吗? 我一脸猛。 开什么房? 玉姐一正,随后她反应过来,瞬间红了一下脸,但很快又恢复。 你小子脑子里能别一天到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吗? 我说了陪你玩,现在不是在陪你玩吗? 我露出了然神色,原来她说的陪我玩,真的只是陪我玩。 绿丸啊这是。 没意思。 我耸了耸肩,顿时没了兴趣。 得亏我还为了今晚,特意洗了个澡。 玉姐看出我的失落,问我。 怎么? 不开心。 到底是领导,全当是失恋,不对,是失婚狂欢吧? 没有啊。 我只是有些好奇,玉姐今晚的疯狂计划是啥。 玉姐笑了。 自然是带你赚大钱。 她没撒谎,还真带我赚大钱。 她约了一个大客户。 利用我这一万块钱,把合同谈了下来。 最后,把大客户介绍给我。 玩也玩了,钱也赚了。 虽然说没玩到我想象中的东西,但至少暂时填充了寄疗的心。 事后,她把我拉到外面,告诉我。 该离婚还是得离婚,哪怕分一半家产出去,万一你以后遇到喜欢的人,很麻烦的,你懂我意思不? 这一刻,她既是我的上司,也是我的朋友了吧。 我笑着点头。 回家之后,我就拟定了离婚协议书,坚持离婚。 赵雅芝分走我一半的钱,跟徐孝住在一起。 听说这俩人还用我赚来的钱,买了一套小房子,年底准备结婚。 我那叫一个气啊。 但是没办法。 我治不了他们。 这是法治社会。 离婚之后,我彻底摆脱两人,一个人的日子里,我除了工作,还是工作。 不到两年时间,就把自己失去的那一半资产赚回来了。 当然,这里面也有郁姐帮衬的影子。 她给了我很多客户资源。 我也慢慢从销售部第一,做到了销售部部长的位置。 郁姐也很厉害,她原先是销售部部长,现在调任分公司总经理,掌管十几个部门的生死大权。 她问我要不要跟她一起干,我自然乐意兴亡。 按理说离了婚的女人,这辈子基本不会再联系了。 我也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删除,甚至是拉黑。 但她还是通过小号加了我。 潜伏在我的朋友圈。 直到我坐上销售部部长的位置,她给我发微信,骂我是贱人。 我刚开始以为是得罪了公司什么人。 同事,用小号骂我,结果对方很快发了一条语音过来。 我一听就分辨出来是前妻赵雅芝。 你神经病吧? 我语音骂她一句,再次拉黑。 从那以后,她每天都会用各种小号加我,以至于到了最后,我不得不拒绝所有添加方式,只能自己去加别人。 虽然对我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影响,可这也没有办法。 第一天到分公司上班,就遇到学校。 她还是在销售部,依旧是业绩最差的那一批人。 我进入办公室的时候,销售部副经理正在训斥她。 你怎么来了? 想看我笑话是吧? 徐校见到我,就开始满嘴喷粪。 副经理一看到我,脸上立刻对对上笑容。 经理来了呀? 请坐。 等我把手里的事情处理完就来跟您汇报一下销售部近况。 按照规定,我到新部门,新部门二把手需要跟我交接一下上一任的工作,包括历史遗留问题。 她就是咱们销售部新来的经理。 徐校惊呆了。 怎么可能? 你们,认识。 副经理见状,有些局促不安。 她估计以为徐校是我好朋友,当着我的面训斥我的好朋友,她很尴尬。 徐校冷笑。 自然是认识,我以前还救过她的命。 啊,这样啊,小徐,我为刚才的事情跟你道歉。 就在副经理准备低头道歉的时候,我阻止了她别玩人情事故那一套,我不喜欢。 面对我的行为,副经理很疑惑。 我继续道。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,业绩不行,也不能因为她之前是我朋友就特殊对待。 实在不行,开了也挺好。 张开。 不能因为我抢了你女人,你就公报私仇吧。 再说了,我可是救过你的命。 你就是这么感谢你的救命恩人的。 因为办公室门没关,不少新同事都把好奇的目光看过来, 竖起耳朵,准备听八卦。 恶人先告状我只在电视里见过,没想到今天让我自己碰着了。 自己媳妇被她拐跑,要是说出去,新公司我的名声可就毁了。 阴差阳错之下,我被她卡在了不上不下的境地。 把她撵走,落了个恩将仇报的名声。 不把她撵走,我心情不爽。 这小子是懂造谣的。 我一时间没了主意。 好在这时候,玉姐及时出现。 跟这种小人,有什么好说的? 直接把她开了就好了。 是你。 徐校见到玉姐很意外。 我拿徐校没办法,玉姐可不惯着她。 刚好大家今天都在,我就把事情说清楚。 他涂了口红的嘴唇,不停地动,很快就把我和徐校的事情说了个大概。 新同事们听了,纷纷一份填膺。 副经理反应最大,他直接就踹了徐校一脚,踹了他狗吃屎。 老子这辈子对讨厌第三者。 你怎么不去死? 从现在开始,你由于违反公司制度,已经被开除了,工资一分钱别想要,另外还要赔偿公司的损失。 徐校猛了。 不给我发工资,还要我赔钱。 我也没反应过来,心里只有一句话。 这么爽的吗? 副经理是个人精,知道我和新来的总经理关系匪浅,直接就把他对我被刺的事情,上升到公司文化水平。 说公司要的是诚实守信的员工,而不是小三,更不是恩将仇报的员工。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,副经理后面几个月一直在跟进这件事,甚至还把徐校给告了。 法院判得也很快,徐校要给公司偿还55,930元各项费用。 有零有整的。 这一番操作下来,我直接被爽上天。 果然,对付这种人,还是得需要专业的人员来搞定。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,副经理还在同行群里把他的个人信息给上传,让同行都警戒这种人渣。 也就是说,徐校这么多年的工作经验,白积累了。 没有同类型的销售公司会收这样的人。 今天敢被赐恩人,改天就该把公司卖了。 人品不行,到哪儿都没人要。 徐校,只能改行了。 30岁的年纪改行,可不容易。 估计我的那位前妻,现在也很生气吧。 这段时间,我和玉姐的关系也是突飞猛进。 她离过婚,对男人原本是没有兴趣的。 可她了解,我离婚事件的前因后果。 所以慢慢地,我们谁也没有跟对方告白, 却发展成了情侣关系公司年底宴会后的那一夜。 我俩借着酒精在一家酒店情侣间正式确定情侣关系。 于是我决定带她回家过年。 值得一提的是,赵雅芝也回了老家。 我跟赵雅芝的老家不在一个村,但却在一个镇上。 镇子很小,很容易就碰见。 本以为赵雅芝会带徐孝一起回家,但我没有看到徐孝的影子。 我和玉姐深夜去镇上看电影,意外碰见赵雅芝身边有个陌生的男人。 其实也不算陌生,是村子里我以前的一个玩伴。 你这是,在相亲? 我很快通过两人生疏的肢体关系,分辨出他们在约会。 赵雅芝看到我跟玉姐在一起,很意外。 你们俩搞到一起去了。 玉姐冷笑一声。 搞到一起去。 我们那是名正言顺,不像你,跟我男人有婚姻关系,还在外面偷男人。 小帅哥我可有情提示你,别跟这个女人在一起,她就是婚内出轨别的男人。 原来可是我男朋友的前妻呢。 一句话,就把她放在烤架上一顿烧烤。 赵雅芝被气坏了,抬手就要打人。 我一把将她拦住,对旁边的小伙伴说。 兄弟,我劝你一句,这个女人别碰,她,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喂,张开你别乱说啊,赵雅芝人很好的。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她。 同村玩伴并不知情,还想帮赵雅芝说话。 刷好感。 毕竟赵雅芝很漂亮,哪怕她离了婚,但身材保持得很好,而且学历高,还有气质。 对于这样的女人,很多男人都拒绝不了。 我耸了耸肩。 好吧,好话致辞。 你自己决定。 我拉着玉姐进了电影院。 年当的电影都是比较好看的,这种贺岁片很少是烂片,哪怕剧情不好看,也绝对比得上平日里上映的杂牌电影。 让我意外的是,可能是因为太晚的缘故,电影院里除了我和玉姐,只有赵雅芝跟她的相亲对象。 无语的是,这两人居然直接在电影院里就开始亲热起来。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,电影演出一半,那个男人来了。 是徐孝。 此时的她,身上可以用脏乱叉来形容也不为过,头发也不知道多久没剪了,乱糟糟的。 捧头垢面的她,手里还提着一把在荧幕下亮闪闪的菜刀。 卧槽。 情况不对,玉姐咱们快跑。 我以为这家伙是来报复我的。 玉姐也被吓得不轻。 这大过年的动刀子,确实可怕。 我直接拉着她,往另一个门跑。 结果,跑到一半才发现不对劲。 徐孝这小子,压根就不是冲我和玉姐来的,而是冲着赵雅芝去的。 见女人? 咱俩还没离婚呢? 你就开始跟别的男人在电影院乱搞事吧。 你看我今天不砍死你。 老子就不姓徐。 说着,徐孝提着刀一截一截楼梯的往上跑。 赵雅芝被吓坏了,衣服都来不及整理,拉开旁边意犹未尽的男人,就往我们这儿跑,快报警。 还愣着干啥? 赵雅芝冲我尖叫。 我担心波及玉姐,压根就没理她,拉着玉姐往外跑。 镇子不同城市,已经是深夜,所以路上基本没什么人。 我俩刚上车,就看到影院里,跑出来几个影院员工。 也看到了浑身是血的前妻赵雅芝。 她身上的衣服,已经被身后那个壮弱疯癫的男人脱完了。 徐孝手里,拿着血淋淋的刀,冲着没了逃跑能力的赵雅芝冷笑。 跑啊! 你怎么不跑了? 赵雅芝哪儿还有刚才的淑女样子,她疯了一样,不停地给徐孝磕头。 老公我错了,我保证再也不乱来了。 求求你别杀我。 你才三十岁,你的人生刚刚开始,冷静啊。 杀我你要坐牢,甚至会被枪毙。 我不跟你离婚了。 好不好? 两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正常。 一个是被吓的,另一个是被逼疯的。 玉姐坐在副驾驶,对我说。 看吧,我早就说了你看人的眼光实在是不怎么样。 我以为徐孝已经是极品了,没想到你这位前妻,也是个奇葩。 她到底干了什么? 能把徐孝给逼疯了? 面对玉姐的八卦,其实我比她更想知道答案。 但是我知道,现在不是询问答案的时候,徐孝因为不知名原因已经疯了, 贸然过去,可能会遭反噬。 管她干啥? 反正,我已经报了警,接下来跟咱们就没关系了。 我说。 玉姐笑笑,看向我。 那你还不开车? 徐孝已经朝我们跑过来了。 我抬头一看,眼珠子差点没被吓出来。 这家伙,居然直接把刀朝我丢过来。 血刀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,扎进我前车玻璃上, 刀刃贯穿玻璃,要不是刀柄卡主缝隙, 现在这把刀已经扎进我身上了。 哈哈哈哈。 杀一个也是杀,杀两个也是杀。 准备死吧。 你们这对狗男女。 靠。 徐孝你踏马还敢恶人先告状。 没了武器的徐孝,在我面前就是个废物。 之前打架我吃过他的亏,这半年我可一直有在健身房锻炼, 并且还跟武术教练学了一些防身术,身体素质更是早就不可同日而语。 我不顾玉姐的阻拦,直接下车准备跟他狠狠干一架。 他想踹我,反被我抱住大腿限制行动,我冷笑一声,用手肘重击他膝盖哦。 徐孝儿了一声,直接跪倒在地。 被我控制住的徐孝,不仅不害怕,反而露出你能奈我何的表情。 敢动手吗? 你也要负法律责任。 那又如何? 他露出疯狂的笑容。 我是你的恩人啊。 我救了你,现在还帮你杀了那个出轨的前妻,你不应该感谢我吗? 哦,那我谢谢你啊。 徐孝,趁我说话不注意,张开嘴,就咬我胳膊。 好在我反应够快,他只咬到我的衣袖,没咬到我的肉。 我反手一脚踹他肚子上,徐孝兽鸡,蜷缩在地上躺着半年不见。 你,你怎么这么厉害了? 我没回答他,抬脚欲踢,打算把这一年兽的气一次性挥发出来。 他却抱着我的大腿大笑。 你不能对我动手,动手了,你就是故意伤人。 我也笑了。 穿着厚厚运动鞋,直接朝他脸上踢去。 踢崩他的一对门牙。 鲜血顿时,从他的嘴角流出。 我车里有行车记录仪,刚刚你拿到飞我的画面,就是我正当防卫的证据。 再说了,你对赵雅之动刀子,他现在生死未知,已经构成持刀行凶。 我这算是帮助路人,失手杀了你,又何妨。 就在我准备继续动手出气的时候,警察感到。 赵雅之因为,失血过多,经医院抢救无效,死亡。 徐校持刀行凶,杀人偿命,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三个月后枪决。